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雷 欢迎来到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和电视机线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养护股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 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 和快手号 好 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三位老朋友 心理专家 白燕仪 心理专家 北辰 情感导师 吴斌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我很恨他 我觉得是他 让我的人生 支离破碎 叶叶 我们走走吧 你不去 我一直把他挡在门外 不让他进来 你太假了 你又不是我妈 你做给谁看呀 假惺惺的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是他向我伸出了手 打过了 怎么严格坚强 演到双眼红了 我说你老了 老得不老不老 妈妈 对不起 我不该不让你出席 假装见面 掌声有请今天的贝之仙人 常熙华 你好 胡老师好 三位嘉宾老师好 大家好 请坐 这位是你的 这位是我的女儿 女儿 听说你是继母是吧 对 你觉得你这个后妈 如果说满分是100分 你觉得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我可以给我打100分吗 你可以给自己打100分 我可以给我自己打100分 好 来 我们掌声有请之前人陈玥 这位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请坐 你继母说她给自己打100分 以前可能小时候吧 对她有一些误会 可能有一些无视她 现在吧 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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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亲妈呢 七岁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 七岁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 那继母是多久之后走入你的家庭 大概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吧 我小时候吧 可能有点不太懂事 比较渴望爱 就是 他们就是多关注我一点吧 就是比如说我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吧 认识我老公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我无视他嘛 然后就是不把他当回事 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继母 去不去无所谓 但是我们那边的习俗是双方父母都要见面 然后我就没让他去 那是让我姑他们去的 你为什么不让他去 那时候可能对他有一些误会 而且那时候小时候就是这个后妈对吧 就是电视也好 故事也好 就没有好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也不可能对我好 后来跟我都要处了一段时间 家里面呢就是讲 问我 约你这个事你要跟你妈讲呀 不讲怎么能行呢 后来我也就不情愿地去 我想好 我来去讲一下吧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我妈 我家里面见到那个对象 当时我妈挺开心的 然后就是讲 那好呀 见到对象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呢 家庭怎么样呀 对你好不好呀 然后当时我觉得他这样问 觉得就是假 然后我就很简单地回答 然后我不知道 然后就这样 他后来还想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就不搭理他了 那事实上 你这个后妈对你的婚姻关不关注 对你的老公好不好 挺好的 就比如说我们那边其实就是第一年要回家见家长 然后我老公会买好多的这个礼品 就是鸡呀鱼呀 肉呀的去 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跟我老公讲这个礼品领去了以后 不要放在我妈那里 就领到我奶那边去 然后我老公那时候 具体也没太清楚 然后他就是听我的 然后他就直接就领到我奶那边去了 领到我奶那边他也没有生气 反而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大概六点多就要上早市 找急事去买菜 他去买 然后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做完菜以后他过来喊我吃饭 不去 不吃 但是他就是一拉着我就去的 但是我总是觉得他是在装 做给别人看的 不接受他 其实你很想关注他的婚姻 对 当你发现 相亲不让你去的时候 你心里难受吗 非常的难受 我跟我老公说嘛 我说孩子 第一次见面呢 不让我去 我心里非常难过 你把我当成自己的亲妈一样 我心里被他 有给女婿见面礼吗 给了 给多少钱 给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算多还是少啊 那以前的时候嘛 在我们的村庄嘛 都是三五百块钱 我都是拿我的内心说吧 我都是偏看的 她现在有孩子了吗 有啊 她的孩子谁在带啊 她的孩子 她爷爷奶奶带 你想帮她带吧 我想要 她不让我 就有一种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 她还贴不上 是吧 对 你对你的这个后妈 从进入你家门开始 就一直对她就是这个态度吗 也不是 就是 她去我们家第一年的时候 对我特别好 我妈其实这么久以来 她来了 给我洗 洗衣服呀 洗头呀 上学的时候还会跟我讲 哎呀你换学回来的时候 要想吃什么 我会跟我讲来去买 就那时候感觉特别笨了 后来跟我爸出去上班了嘛 过年回来的时候 嗯 她给我买了一个裙子 我特别开心 我就是 长那么大都没有穿个新衣服 她给我买了一个裙子 当时我穿出去血腰 我想应该我妈给我买了这个衣服 哎呀我特别洗发 特别开心 然后我就这样 半年过了 过了以后 啊 一边出去的时候 她把她自己的孩子结了 她几个孩子 三个 她有三个孩子 那家你就四个孩子 是吧 五个 我自己还有个弟 啊你还有个弟 那多好啊多热呢 因为她孩子来我们比较陌生 我就不愿意上去跟他们亲近 然后我就对头眼看 我就觉得 她给他们也穿了新衣服 到时候觉得她给我买衣服是顺带的 啊 生气 你觉得她给她的孩子也买了 你觉得给你买是顺带的 对 她给弟弟买了吗 都买了 都买了 嗯 所以这个坏印象就开始滋涨 对 我觉得 这太假了 后来嘛 然后我妈 过了这个事以后 也许是看到我心里面有点不舒服吧 然后后期 我到同学家 我看到同学们 她的父母呀都飞飞在一桌吃饭 我心里面就很难受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我也有 他们也做好饭的时候会喊我 但我不愿意去跟他们亲近 包括她的孩子来了 我也不跟他们玩 就是去找我同学们 但是我看到同学家 特别闷心 我就特别羡慕 那时候我会跟我大姑讲 我想 我想我妈 但是我大姑也许 这跟 还有我妈讲 过头妈 还有我爸身体 后来他们就不出去上班了 然后我爸就出去打眼灵工 他就在家 就全身硬着就在家照我们 但是我不理那些 从来就是 不理那些 就觉得 现在想起来 当初好多事情是自己不懂事 对 那时候就是小 羡慕别人 但是她的孩子来了 我就觉得 他们才是一家人 那这个 从你十岁那年 进入你家门 你的这个继母 有多少 为你付出的事情 被你误解 有一次 我上学的时候 去自行车 然后跟我同学一起 被我们家门铃后面的人 就是 骑摩托车给撞了 撞到我 然后脖呀腿呀 当时都受伤了 受伤了以后来家的 然后当时她不在家 然后就是 我叔叔我大大他们 带我去到医院去拍了片子 后来就是没有什么事 就给我带回来了 带回来以后呢 门铃家不愿意了 他说是我在路航骑车 怎么怎么的乱骑呀 导致他这个 他儿子骑摩托车 才撞到我了 我妈那时候 回来知道以后 她不愿意 她要去找 找另外一家 她要去理论 你创了我们家小孩 你不来道歉 你还来找我们家事 找了以后呢 我就觉得 这么多人都在围着的 肯定是做给别人看的 当时心里面是觉得 有人保护我 挺开心的 但是我后一步又想 绝对是做给别人看的 就那时候也挺矛盾的 我想问一下 这不是自己的骨肉 那怎么把它 当成自己的孩子 这好难做的 我老公说 你的孩子 到了我家 也是一样看待 我说你的孩子 我们也是一样看待 都是一碗水端平 因为我老公 说了这句话 打动了我的心 还是爱丈夫 所以才有这份心 是吗 你会挑拨 他跟你父亲之间的关系吧 会 就是趁着他不在的时候 我会跟我爸讲 我爸呀 你打工挣了钱 你为什么都要交给他呀 对吧 他肯定要为他 上个孩子发钱 不会给我花 而且你要存点钱 不要老是这么信任他 然后有一次 我爸可能是心里面 也有压力吧 其实有一次他喝酒了 喝酒了以后呢 他喊我过去 月月你过来 我什么事 你可想你妈 我当时 我让我想 他说这样吧 当时我们家都有农药 你知道吗 我们俩去找你妈妈 我当时吓得 然后就哭着出去找 哭妈了 然后我妈你看呀 我爸 他要叫我合约 然后我妈就过来了 哭了 他也哭了 我爸也哭 我一下子哭了一块 哭了 他也讲很怨 其实你爸挺关心你的 对吧 你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跟我讲 我要哪里做得不好 管你讲我敢 但他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我爸对他更好 就觉得都是我的错 你爸是个很老实的人 对 我爸在我那个村庄里 都是出名的 老实 老好人吗 你觉得你爸爱你妈吗 亲妈我说的是 那时候我还小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我听说他们是自谈的 你爸爱最后妈吗 我觉得他挺好 对了是百分百信任 那他对你爸是不是百分百信任 他对我爸也挺好 也挺好 你弟弟比你小多少 我弟大概比我小四岁 小四岁 你今天结婚了 有孩子的时候 那你弟弟应该也结婚了吗 我弟出车后去世了 那时候小的时候 哪一年 大概八岁的时候 八岁 八岁就是他进来了以后 对吧 对 当时我弟就是门铃家有个小孩 大 比较大嘛 他会骑摩托车 他喊我弟 那个宝宝你过来 我带你去上街 我去玩打游戏 然后当时我弟是愿意想去的 然后被我爸看到了 我爸说你别去 你想吃什么 我去上街给你买 然后我弟就很委屈 就说想去 但我爸又不知道哪去 然后好吧 然后我爸就去上街去了 上街去了以后呢 我弟就在那玩 然后过了没躲 一时没人发现 他跟这个小男孩一块去 上街去了 当时摩托车没有三个人 就是 当时这个骑摩托车 和我弟就去世了 旁边有个 就是我们门铃马都 跑得很快了 然后 坏事了 坏事了 这个 路上出了一个场合 看好像有人家伙伴 当时我们就下饭了 然后都一起去了 去了以后 我妈哭得 她哭得是最惨的一个 当时我心里面 我就起了 就是 如果是我自己妈在的话 我弟不会走的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 她不在家 她不在家 您这也赖得上她 我就是那时候感觉 她应该把我弟看好 我觉得应该当妈的 应该就是这样 对孩子要关心一点 看着孩子走到哪都应该带着 而且我爹那么小 当天那小孩出车祸的时候 都在树叶挂掉水 我有那个胃病 怪你没看住弟弟这事 你觉得委屈吗 我觉得委屈 所以更加加剧了 你们之间关系的恶化 对 你什么学历 我初初都没毕业 你为什么没读完 因为那时候我爹去世了 然后家里面特别乱 我到学校呢 我感觉同学们 就是有时候 有的同学会问 你爹去哪里来 那时候我心里面就特别难受 我觉得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家里面还那么乱 我就不想念了 那时候我妈跟我讲 你不上学哪行呢 多识一个字会多一条路 以后你上学了 有学问好了 工作都好一点 但是他越这样讲 我越叛逆 就是越不上 我就一码就不上了 就没有去上学 你觉得他还在庄样 所以你就更加坚持了辍学大工 那时候是在我们室里面 那时候当时我爸他们 也在室里面打零工 我就去到华南室里面 找了一个卖服装的工作 当时他让我跟他们一起住 我不愿意 我就因为我大姑家也在华南住 我就说我要到我大姑家住 因为我姐我们都差不多大 记得有一次我姐在做餐饮工作的 每天晚上我大姑下班的时候 她都会去接她 我感觉特别温暖 她不接你吗 然后我就去跑到我爸他们那边去了 我就故意吃着饭的时候 我就讲话 你看我姐你看 这么大的人了 还让我大姑去接 你说给谁听 我就故意说给他们两个 她接你你乐意啊 你又不想她接你 对 但是她是期待 这种感情好矛盾 对 你也知道 我说出点什么 无论她是装样子 对 还是自己内心愿意 只要你说她也会做 对 对吧 但是呢 你不希望她做 但又有希望看到她的身影 嗯 是吧 对 结果你说完之后她做了没有 做了 她就说 哎呀 晚上我就接你吧 但是我 我这个性格也确实有点别扭的吧 我就讲不用你去接 但是她听到心里了 晚上下班她就去了 这人好难搞哈 又要你接 然后又不要你接 不管她怎么对不喜欢我 我都是 你说实话 你去接她的时候 你心里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 开心的 你觉得你是在讨她的好吗 我打我的内心 不是这样讨她的好 我是关心的 虽然她这个 没给你好脸看 但从一些细节上 你是否感觉到了 就是你主动去做的时候 就像她说的 第一次出了车祸 对吧 你为她出头 她表面上不开心 但心里还是感觉 有人保护很好 对吧 表面上她不愿意 让你接她下班 但有没有在一些细节上 你感觉到 其实她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有感觉到吗 感觉到 我从她脸上能看到出来 她脸上啥表情 她 我觉得接她的心里 她脸上有一点点 带着有一点微笑 还是有一点微笑 但是这种微笑转瞬即逝 马上表现出来的 又是对你的那种冷言冷语 是这意思吧 你跟她之间的感情好微妙 对 我们农村费书 那个小卖粮食 卖了钱以后 都是现金对吧 就是有一次 是老家送到我大姑这边了 说我爸两次卖了了 然后把钱送到我大姑这 我大姑呢 当时没有时间去到我爸他们那边去跟他们送去 然后我每天在我大姑那边住 这个钱你爸的钱拿来了 然后回头你去送给你爸一下 当时我拿到这个钱 我想你为什么要给他 我给他存起来不是一样吗 我是他女儿对吧 存到我名下是一样的 心里面是房子台了 嗯 然后我就兴致冲冲的去存上了 存上了以后 我大姑就是操我 就这样 你这些孩子真不懂事 你把钱存起来到时候 你爸跟你妈两个会不会生气啊 我想那有什么生气的 我是他女儿对吧 我存我的名下 到时候他要学到钱的话 我爸卡给他 我不要他的钱 当时我爸 嗯 家里面粮食钱卖掉了 我就存上了 当时我妈就讲 你钱存上怎么不跟我们讲呀 我们要干生意 当时我脸就刷牙就哄了 就心里特别难受 嗯 我爸就讲 你去把钱给取出来去 然后我就娶娶了 就娶的时候 那个走路 心里面特别难受 我就觉得 存在我的名下 你是害怕什么 对吧 我就讲 不就是钱吗 我心里是这样 如果是我妈的话 存在我的名下 就绝对不会想 嗯 然后我就把钱给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 以后就把钱给他了 我就转头就走了 然后当时他烧好饭了 然后他就这样 月儿你吃完汤再走吧 然后不吃 我扭头就走 走了以后 这后期我才知道的 我爸当天晚上 又喝了点酒 跟他吵架了 后来我爸就赶他走 他在外面做了一夜 都没有走 没走 没 你觉得你 你爸和他 这三个人 这十几二十年 你觉得谁最难 觉得我爸爸 你觉得这三个人 谁最难 我老公 你看 这两个人爱的 都是这个男人 要不然得撑不下去 你明白了吧 他忍你是因为你爸 你忍他也是因为你爸 你们俩答案是一模一样的 嗯 就是如果你 做一个寂母的话 能有他做的好 不一定 因为我现在有小孩 我肯定疼我自己小孩 所以我也不会去选择 就是这条路 你对他还做过什么过分的事 就是他回家的时候 会拎大包小包的东西 嗯 他回哪个家 回他自己家 看他三个孩子 娘娘 他那三个孩子 没有跟你一起 你们一起生活吗 没有 他回家会 大包小包的拢东西 给他三个孩子 买衣服呀吃的呀 然后就 偷偷地拉链 头看 然后 正好他亲爱了 当中特别丑 你发现到什么呢 没在意看到什么呢 就看到一个衣服 然后其他什么都没看到的 然后我就 你怕他偷偷买 花你们家的钱买东西给他那三个孩子 是吗 对 你觉得你这种行为是什么 我反正就是有点防备他 也没把他当 你要注意那个时候你已经十几岁了 对 他完全可以把那三个孩子接过来 一起生活 没有 没接 但他没有接 嗯 如果是你 你会接吗 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接 他的三个孩子都比你大时候 对 结婚也接得比你早 对 姐姐 大姐 他的那两个大的孩子结婚 你爸给钱了没有 给 给 你又难受了吧 难受 难受 给了多少 给他几千块 我觉得是他们一年的积蓄了 我就跟我爸讲 你给他花多少钱 我爸讲你没花多少钱 到时候你长大了以后 我跟你花一样都一样 我不会偏忆你 但是我爸讲的话我就生气 你有没有感觉你跟你爸说话的是 说 你问他给多少钱 你那口吻特别像你的亲妈 你感觉你代表了你妈 是不是这意思 有这种感觉 每次挑事成功了你就特高兴 我也不是高兴 他们两个吵话的话 我也非亲自我爸 对 所以就很复杂 嗯 是吧 你问你爸要过钱 要过 后来我结婚了 然后我老公是干厨师的 嗯 他就想开一个小饭店 然后我当时手里面钱也不够 我差了有大概有两三万块钱吧 然后我就想要回家去试一下 找我爸去叫 接到了吗 当时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跟我爸讲 我爸我们想开饭店 然后我爸讲你 你怎么不早讲 这个你你大姑家小孩 马上要结婚了 这个钱我答应给他了 也准备好了 我当时话没讲嘛 他在旁边也没讲话 我就生气了 我就想好不要了 然后就走了 到我奶奶那边去坐了一回 坐了没有一回 然后他就把钱电过来了 哦 他把钱送过来 嗯 电过来 我就觉得老师为什么不讲呢 现在电过来什么意思 老师就是那时候 拿了没有钱 老师没拿 他看我没拿 他第二天七天平时就给我送去的 后来我才知道 他回家去借了钱 他回家借了钱 嗯 向谁借了钱 有了三万块钱嘛 那个他大姑家小孩要结婚嘛 我心里都讲 给他吧 小孩子是干生意嘛 做生意是一份 给他 你在你娘家向谁借的钱 向我的弟弟呀 哥哥姐姐呀 那他们说你了没有 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干饭店嘛 因为疫情期间 第一个饭店就关掉了 然后第二个饭店 就是去年十月份左右开了 当时因为疫情也不好找人 我就给他打电话了 我这样 我妈你那个 过来过忙一起 店里找不到人 他说他没来 叫他来帮忙 嗯 他没来 对 为什么不去啊 我中了四斤母地嘛 我说我把这个粮食 收到家里的赛上嘛 赛好了 我再去给你帮忙嘛 那你又生气了 嗯 我就讲 如果是我亲妈的话 什么都是你 你别叫人家 你叫人家干嘛呢 我就心里想到 他应该会来 那后来来了没 后来 家里面可能忙完了以后 就给我打电话了 然后因为我忙完了 我就跟你忙一起 然后心里面还是气的 我会气一段时间 你有孩子啊 就三个 你啊 三个 你怀孕的时候 对你好不好 怀孕的时候 对我挺好的 当时他知道 我怀孕的时候 给了我一千块钱 买点吃的呀 喝的呀 营养品呀 什么的 然后后来呢 又因为我老公 比较忙 我又回家过来一起 基本上都是他 做饭给我吃 然后给我洗 反正每天早上 会问我吃什么呀 会去给我买 有时候我会讲 我想吃什么 但是我想了 他都会去买 有时候 你会心软吗 会 你会向他示好吗 示好我不会 他对我好的时候 我就觉得 有个妈 真好 你没把人家当妈 你当老妈子 他做的温暖 就是感觉我的心 特别温暖 觉得挺开心的 但是 那你的孩子 叫他叫 姥姥 叫姥姥 但是不是我讲 不是他自己叫的 当时我把小孩 抱回家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叫小孩 叫他姥姥 都是他会主动 一间会讲 哎呀怪怪 来姥姥抱呀 什么什么的 我都会 故意的让小孩 认生不到你抱 但是他会坚持 会讲 有什么认生的呀 一回生二回书 一回就好了 然后姥姥带你去买吃的呀 买喝的呀 然后就这样 姥姥唱 姥姥短的 都是他自己在讲 你别扭吗 有点别扭 就他叫 你的孩子叫他叫姥姥 有点别扭 因为本来应该叫你妈叫姥姥 是吧 三万块钱还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还 因为那时候生意也不好 现在呢 现在 没有 为什么还不还 因为 去年的时候 然后 我老公去世了 你老公去世了 发生什么事 什么病 当时打了120 打了120 这压令上面写的是 疑似性格 疑似 这件事情 发生之后 你第一时间告诉的 你爸还是你姥姥 当时第一时间 就是我特别的慌乱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然后那时候正好 他弟嘛 在我们家旁边 然后第一时间 他弟正好打电话过来了 然后让他弟过来了 当时我觉得很清楚 就是他弟过来的时候 还跟他哥 做人工呼吸呢 就是我特别害怕 我当时不知道干什么了 然后后来又打了120 120过来了 然后我就直接跪了 我就跟他磕头 然后赶紧救救他 我没有三个孩子的 不能没有他 但是120也很无奈 已经不行了 当时我没有拉走 这段时间 继母对你怎么样 就是我老婆 就是吓张以后 当时 吓张了吗 都回哥的家了 然后我妈跑到我面前 我妈回来了 像自己妈一样没有过 没有过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经常抱抱吗 现在经常抱抱吗 店里面有好多就是顾客喜欢怀旧 喜欢吃那种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我妈会做面点 她做面的时候会抱着我后面 哎呀我妈你现在做了什么呀 现在还有一个认识 执 执 嗯 那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老师 听后的感受是什么 女儿的那种 对于继母的对抗 对于自己爸爸的那种捍卫 其实是一个孩子正常的心理现象 对于七岁的孩子来说 死亡到底是什么 其实并不是很清晰的知道 而当他十岁 他已经意识更成熟了 而这个充满了期待的这个妈妈的替代 原来是别人的另外三个孩子的妈妈 那种幻灭的感觉 让他真真正正的意义上的理解到了 他真的永远失去了他自己的妈妈 所以他就会出现 我一定要把我唯一的这个爱的爸爸给保护住 我要跟那个女人势不两立 我要保卫我的家庭 我们没有办法去特别清楚地说到 爱是什么 但是在你们未来的生活当中 其实能够去收获一个妈妈 在三十一岁的时候 还能从后边抱住妈妈的腰 哎呀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 或许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货吧 这种收获虽然来得很迟也很心酸 总之像你继母学习一样东西 勇敢地去选择生活 无论生活发生了什么乐观地去面对 这就是小月你未来生活最大的一个力量的来源 这个女人给你做了人生最好的保养 祝福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多一些欢乐和健康 谢谢你们来了 我想先说一句给小月听的话 我们阻断了我们感受到爱的能力 感受到温度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心中全是寒凉和冰 那么当我们固守着这块冰的时候 别人的爱和温暖是雾不热你 也融化不了你的 最开始失去母亲的时候 她经历的是那种阵痛的失去 后来有短暂的失而复得 觉得妈妈来了 紧接着发现原来还有孩子在抢夺这份爱 紧接着再加上她固有的小孩子的印象 爸爸又再一次被抢夺 我们家里的财富安全感好像都没有了 所以你想想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眼中 他就会觉得是因为你的到来 冥冥中我失去了一切 所以您受了很多委屈 好在人的成熟都是要经历不断地打磨 最痛苦最难的时候一定是我们成长最快的 这就是小月开始觉醒 开始反思 开始珍惜 开始回头看这段继母付出的 整个的心路历程 最后一句话 谁说的为母则刚啊 无论是继母还是小月 我觉得都验证了相反的一种结局 其实自从当了母亲 我们就等于有了软肋 我希望 在跌跌撞撞的不容易的人生当中 把这个软肋变成你们的铠甲 母女携手 心连心地幸福地走下去 给你们的祝福 谢谢你们来了 其实继母这个词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法律层面上的一个说法 它是说明你们在法律上的关系 这个是继母 但是实际上在家庭成员里边 我觉得只有爸爸妈妈孩子这样的称呼 她是一个家庭角色 你看你的妈妈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这个女人能够做这么多年 还在一直为这个家付出 而且我看到几次家里边的大事的时候 都是她第一个冲上去 看似很柔弱 看似是一直在打理家庭生活的人 但是遇到事的时候真的不含糊 这个妈妈真的特别值得人尊敬 小月也非常不容易 31岁竟然经历了生活这么多的不义 现在你们已经是从心里到形式上都是一家人了 我们看着也非常的开心 也不再想提过去的那些 让大家觉得很悲痛的事情 都是女人 生活不义 相拥取暖吧 祝你们越来越好 谢谢 好吧 接下来有什么话对你继母说 谢谢你来了 我谢谢三位老师 不想把我这三十多年的 痛在这个 谢谢你来这个平台上 就是我的痛 谢谢大家 我真的也是不容易 我26岁我老公就走了 变下了三个孩子 我眼睛哭下了两年真的 我这个人在我心里 我也是一个增强好气的女人 我要把我的心里 我说什么给你们叮叮 我就心里非常的开心 你先坐缓一下 先坐 妈对不起 那时候我小不懂事 其实我小时候 有好的时候 我心里面也是非常感谢你的 但是那时候就是觉得 我妈这个角色在我心里过不住 但是后来 我其实那时候就是想要你一个假 我觉得我没有假 但是 希望你能原谅我 以后 我不仅是我爸的小朋友 我也是你的小朋友 天哪 我可以 以后 我想要你 我就是ом 你 我 妈 我 我们 杀手 坐起来 要成了你的家 还有三个人 有你爸 有你妈 我们带着 把孩子 为养的孩子 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啊 慢点啊 好 来 我们看看他送给妈妈的礼物 本栏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 赞助播出 我的小子 我给你买个铁帽 我不让你们早上找钱 今天才给我买过 你给我买干什么 留点钱 我们小孩买 我叫你的小铁帽 我发现这个东西真是巧合 你妈走了 你弟走了 你老公走了 你正好有撒孩子 还好有孩子的欢声笑语 在家里 还有希望 好吧 趁着你静母走吧 本栏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 赞助播出 对不起 自我小不懂事 希望你能原谅我 以后我不记事我爸还小朋友 我也是你的小朋友 对不起 花了21年的时间 改善了这段关系 最终得到了认可 很多人会认为 这静母图什么 21年值不值得 也许在她自己的内心有答案 这个答案的名字叫做 将心必心 因为自己的孩子是孩子 别人的孩子也是孩子 希望所有人都有一颗 将心必心的这样的心态 如此一来才不愧对别人 也不愧对自己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 或感谢的话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